首先是季軍戰將會由鐵亞娜 香港的選手碰上新加坡的馮天威 至於在稍晚的冠軍戰 則會有台灣的好手鄭一靜 要來碰上日本的平野梅雨 要來爭取今年女子世界杯桌球賽的冠軍 也將會出爐史上第一座非中國級的選手 拿到這項賽會的冠軍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在稍早的四強戰當中呢 這一競是順利的擊敗了鐵亞娜 至於平野梅雨則是擊敗了馮天威的情況之下 馬上要來進行的是決賽階段的比賽 畫面上是兩位可以說是殺場老將的對抗了 要來爭奪季軍 那他們在稍早的比賽都要求之後 怎麼樣趕快去調整一下心情 再來場上應戰 其實可以大家一起來觀察 對 當然第三名之爭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啦 因為畢竟呢 也是一年一度的世界 二十強的排序 那也可以說是 也是獎金 也是有差很多的啦 原則上呢 大概 彭天威對鐵亞娜來講 這個整個技術上是五五波啦 但是看比賽的整個場上的經驗 可能以彭天威來講也很清楚 要如何的突破鐵亞娜的防線呢 可能要多調開他的偏右的正手位 那以香港的鐵亞娜呢 當然他最拿手的武器呢 就是他反拍的處理 尤其他在進攻上 非常的刁鑽 那以鐵亞娜 因為反拍打得 非常的兇悍 所以他的站位呢 基本上又是站在球桌的中間 甚至偏右 他等於是完全呢 右邊的這個攻擊可能比較弱 但是反拍的擊球的能力呢 就非常好 又是站在球桌的中間的位置 平安娜這場右股球隊 連掉了四分 他在稍早的比賽當中 是輸給了平野梅宇 沒有辦法來尋求 這一次女子世界盃的冠軍 相對來說 對這位頭號種子的情緒心情上 一定或多或少會有影響 對 事實上這次世界20強來講 應該來講是各桌的冠軍 那每一個地區的邀請 基本上是比兩位球員 那這次剛好中國的兩位球員呢 都是奧運會之後呢 應該是有點疲勞疲憊 所以沒有來參賽 那也不能替補 因為這是國際桌總所 邀請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也可能讓每個選手呢 各國的選手都有機會拿到冠軍的獎牌 當然 這個台灣的選手 正義進來表現非常出色 能夠闖入冠軍賽 也希望能夠為我國拿下首次的冠軍 可以看出這個球呢 那現在的冠天威呢 就是突破呢 鐵亞納的正守位 對 當然以香港的鐵亞納這種打法 正守大部分都是過渡 打過來的球呢 然後呢 冠天威不太有機會呢 做一個搶攻啦 那如果你打向 鐵亞納的反守位的話 它是基本上是一個發力的進攻 那對冠天威來講就比較不利 場上的比分是由畫面下方的鐵亞納6比2 4分超前 好球 冠天威呢 這個正守的搶攻質量非常高 連續300 打球進攻 對 還是要進攻再進攻 台內的一個直接進攻 這是鐵亞納本身不退台 動作不大 那台內的球的處理呢 基本上就是以手腕 所謂的小手臂為進攻為主 畫面上是新加坡隊的教練陳志斌 這個插網球最後是導致鐵亞納 在下一步跟進沒有辦法處理得太好 至於香港那邊後頭坐鎮的 這是另外一位選手張華俊 好球 還是可以看出 冠天威呢 這個正守拍的拉球的旋轉 也是切實啦 如果以冠天威的打法 太多的反手對抗呢 就沒辦法展現出 他的一個攻擊的氣勢 好 撤開 哇 終於 這場第一集的比賽 可以看到冠天威 比較有積極性的搶空 能撤就應該撤 追到了6比7 冠天威過去和鐵亞納交手過12次 拿下了9場比賽的勝利 這個球今天鐵亞納打正一鏡也很多次發揮 對 鐵亞納你可以看出 這種下線的來球還可以拉直線這麼快 因為目前第一局比賽可以說正守的拉球進攻 成功率滿高的 對 基本擺一個短的 鐵亞納已經做好一個批長 但是大概都是往右邊 事實上這個位置呢 剛好是封天威的進攻 發球得分 這分可能會滿關鍵的 OK啊 那9比7再度拉開到2分領先優勢 好球 都是一樣發球搶攻 對 這個打法上 在單打來講呢 就是發完球的第三板搶攻呢 得分率是最高的 那封天威呢 在第一集的開擊 整個來講呢 目前來講也是展現的 這種拉球的企圖性 再次的正守拿分 所以封天威的這兩個發球分 也都順利的守下來 兩位選手第一局 現在來到了9比9的平手 這個球打得我斷 角度很刁鑽 對 完全呢 加鑽的所謂的下線的批長 那讓天威拉拉起來呢 弧線高的當中 你可以看出 黃天威馬上做一個閃身 那不測的話 那下一球 天威娜可能就有機會 反手的加速 好 再 哇 被逮到了這個直線的位置 這一局的第二顆球 天威娜化解掉了局末點 兩位選手10比10 還是天威娜的這種 加壓式的推檔 你可以看出 又刁鑽 球當然是速度很快的 哦 發一個上線球 直接拿下了分數 第一局又來到了 馮天威的局末點機會 好球 最後呢 還是突破天威娜的直線 正所謂的來球 12比10 新加坡的選手 馮天威拿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再度回到比賽的現場 女子捉球世界盃 季軍戰的對抗 由鐵亞娜和馮天威兩位選手 要來捉對廝殺 第一局就進入到了第五四 那最後是由馮天威這邊 12比10先帶走了首局的勝利 這種作戰的 馮天威 其實打出他應有的這種搶攻 那當然對鐵亞娜來講 這個球呢 只是發球之後呢 一個偏高的人 在鐵亞娜來講 事實上第一局的發球 反手是 反手的發球用得太少了 他原本的打法都是反手為主的 第二個 這個極細號第二局的發 一個側上球 也是直接的扣殺搶分 第六號種子的鐵亞娜 第二局的開局現在2比0 兩位選手現在都透過 發球搶攻這個戰術 來有效的拿分 是鐵亞娜啟動了反手的 這個兩大角度 可以看出香港這會選手的 這種快拉製造的一些壓迫 反手發球又是一個側上球 這個球接得太高 當然這個是直接出界 等於說其實鐵亞娜 連續三顆這個反手發都 很有效果 想要率先主動的來變線 可惜黃天輝這球打出界 鐵亞娜的開局5比1 5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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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漂亮 完全掉動落點 對 而且是突然間 一個往短球的做一個處理 而且是偏右短球 那天那很清楚 在楓天輝這一場球賽的發球 搶攻太多了 哦 也是先主動拉前 但基本上戰術還是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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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天輝2比6 哦 漂亮 看他這一球不簡單 在被動的情況之下 對 還能夠消球之後 哇 這個球還能夠用 反手的反攻啊 這非常難的一個擊球的位置 天啊 正拍 正拍輸了 我感覺今天兩位選手 在這場季軍戰 可能也都是滿有經驗的選手 其實經過了前一場四場戰的洗禮之後 這一場反而都放得滿開的 在場上感覺上 打球的整個節奏是滿快的 那 戰術也滿明確 當然 整個積極度呢 看起來 黃天輝呢 是比前一場來得多啦 那出手也果斷 當然 比賽就是看能不能打順啦 好球 兩號的 這個正手的攻擊 基本上 他是屬於一種 平級式的撞擊 所以不帶旋轉 那 對黃天輝來講呢 會比較有力 反拍那就不一樣 反拍非常快的 進入到了正手的對抗 最後是由冯天輝這邊 佔得了上風 目前在離子 單打的比賽部分 左右的對抗是滿多的啦 也是現在桌球的一個棲勢 那男子的選手 就可能單面搶攻 正手搶攻就多了 反手的感覺 確實滿順的 這個節奏跟得非常緊 那9比5 繼續維持著4分的領先優勢 這個球一看 腳步馬上贏前喔 一個又是一個 大概有假動作 好像要打對角線 結果就往直線 做一個滑板的動作 寶球 然後幾場球 直接衝到了天雅娜接球 靠身體的位置 那這種發球呢 就是要 冯天輝要做一個 側開的動作 滿賺的 所謂的P場 帶有下線的一個技術 這一分拿下來香港的天雅娜 10比6 有4個折磨點 好 反手先起之後 先接到正手的進攻 其實基本上就是壓著提卡納在打 對 反應很快 哇 這個衝到中路 化解掉一個局末點 好 反手還是發 側上球 最後我們去反手 一個球回擊出界 11比7 香港的天雅娜 也拿下一局的勝利 兩位選手局數 1比1 繼續再回到轉播的現場 洪天威大會的頭號種子 和天雅娜 第六號種子 這兩位選手 在季軍戰的交手 目前前兩局打完 雙方是1比1的平手 那有逮到反手的機會呢 他的變化性就更多了 像這個 喔 漂亮喔 那洪天娜呢 引先主動性的發力 當然用反手就能拿分 那就不簡單了 天雅娜這一次是第12度 在女子世界盃當中亮相 這是目前所有的選手當中 參賽次數最多的一個 一位選手 至於馮天威則是第8度 參加女子世界盃的比賽 這個過程喔 可以看出 來回的百數喔 就是來回球對抗呢 最後還是可以看出 最後還是可以看出 天雅娜 退台的威脅性就有差 尤其他正拍喔 雖然打得 有進攻的動作 事上 喔 漂亮 這是高水準的 這種反拍的動作 你可以看出 整個發力的動作 掃的這一板是 相當有衝擊力喔 風天威完全擋不住 天雅娜在這局裡的率先拿下分數 好 來 1 2 好 比分來到2比2平手 提安娜过去参加女子世界杯表现最好是在08年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 那至于冯天威则是两度的继军得主 哦 又是反手对抗 提安娜拿到了第三分 新加坡冯天威 哇 第三集还没有看他所谓最拿手的武器 发球第三板正着抢 应该要加油 哇 这个想要准备抢过好球 台内直接的短球的进攻 那往这个晋升来做一板线路上的处理其实挤压到效果很好 对 可以看出天安娜的战略都完全站在球球中间的位置 所以你一直要往天安娜的偏右打 他打起来就蛮顺的 这个球就带开了 所以场上可以从战略就了解天安娜的预测 他基本上一直要往右边站 那当然冯天威有时候还是反手的大角度 先让他移动 插网影响了提安娜的出手 比分来到5比4 冯天威一分战时领先 还是他的发球 看看会不会祭出发球抢攻的攻势 好 这个架势确实是要吃产了 这个动作一定会影响天安娜的接发球 一般的接发球方事实上在击球的过程基本上了解对方的动作了 哇 精彩的一分 这种来回的对抗 速度的对抗 主要一定要形成两大角度调开 那选手的基本功 就是所谓的步伐 整个动作的协调性 这是要很扎实的 所以你要跟顶尖好手对抗 这个部分一定要多练习 冯天威一板中路带到提安娜正守卫顺势再拿1分8比4 插网带插变 提安娜抢下了第5分 那领先的冯天威呢 他有一次发球犬 是不是也是做个发球之后的抢攻呢 好 撤开 确实又是拿分了 这个场上满冷静的 连续几度测开的动作都造成了提安娜揭发的压力 哇 提安娜这连续两大角最后重步路线的回马枪 让冯天威挥击出界 对 他正拍是上力量不是很重的 他主要是快打为主 那反手的力量就蛮蛮不错的 哦 突破 提安娜的正手位 冯天威的第十分进账 出现四个局末点在第三局 手上有两次发球的机会 这个球接得比较随性哦 连续这几个球期 提安娜的揭发都没有处理得太好 那么冯天威是以11比6的比分抢下第三局 目前的局数2比1领先 这场季军的对抗 目前冯天威打完了前三局 局数取得了2比1的领先 那么这两位女将 其实在稍早的四场比赛 是分别输给了 呃 台湾的正义镜 和日本的平眼眉玉 所以说这次是落到了 这季军战上的争夺 那当然就冯天威来说 其实他赛前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就至少要在 呃 淘汰赛的第一轮 就被淘汰出局了 那这次是至少完成了 自己四场的目标 比较可惜的是 没有办法去冲击冠军 哦 这个球 哇 冯天威呢 就一个大角度的一个选球 后来呢 还是往天安娜的直线 手带开 当然可以看出啦 天安娜这场球赛呢 反拍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正所谓呢 一定要看得住啦 如果要拿分 甚至要赢冯天威一局的话 偏右的正手球呢 是一个会当大的关键 哦 出啊 发球拿分 好像在前一集也很多次出现 发完球的一个侧身呢 影响了对方的揭发球 哦 真反手的衔接哦 都是斜线的角度 对 事实上 有这么好的反手的 一个弹的动作 主要还是前一板的正手拉球啦 能够制造对方回过来的偏高球 一招 孟平威现在已经拉开到了4比1 速度上也跟得上帖亚娜 好球 拼平的先搶上手 送太多套 帝雅娜的反拍 就是有這種 帝雅娜的速度 所以我想你在來回的當中 偶爾往正手送的話 就會減低帝雅娜的聯繫的攻勢 好 先搶 哇 愛奇可以帶到了 這極限的位置 是出界 所以彭天威搶下第六分 漂亮 等在 反所謂等著天安娜的加速的 一個來球 輕輕的一碰 反而是一個也是蠻快的回擊 彭天威 似乎是適應了天安娜直線的這一板 哇 再剛說完 馬上再來一個 而且角度相當的犀利 天安娜3比7追到四分差 對 這個球就可以完全看得出 這個天安娜打球的這種功力 這個反手的確實是速度快 好 彭天威領先的四分 當然要趕緊的拿下這一擊 就是靠他的搶拉 沒有搶拉還是被動 好 第二個發球 先拉個正手 哇太慢了 這個球還原動作呢 剛好是想要往右邊 結果是擠到反手位 看起來剛剛這發球是 有些動作被主審裁判 稍微提醒了一下 可能也影響到了 比賽的情形 對 這是整個發球的情形 哇 再來一個正手 好 彭天威最後一板 節奏沒有跟上來 對 一波 再一次往正手 哇 這個球 不要讓他重複的一個路線 對 往正手打 好球 在來回速度當中 確實讓天威那 用他的正拍擊球 就是有機會做一些加壓 如果你完全打入天威那的反手 彭天威就會變被動 對 哇 最後一板 再給到反手位 直接被動 那加壓 場上就是這樣 對方的優勢在哪邊 你要突破非常難 尤其分數已經來後段了 不管怎麼樣呢 有速度 有搶攻 整個 看局面來講 天威那 確實是反手能力非常好的 又是發球想要搶 結果呢 對方的揭發球 直接的掛網 還是有壓力 可以看這個 馮天威呢 積極一些 好 就看如何揭發球 這個應該是上線球 對 上線球 讓他處理偏高 來 準備拿 不惜了 想要再往正手來送 打出界 一來一網之下 目前馮天威9比8 只剩下一分的領先優勢 這個球 還是打直線 馮天威 對自己很有信心啊 這個球 確實也讓 天威那 感覺很意外 怎麼還敢打我的反手 有點重心 剛好是相反 第四局的比賽 在馮天威出現兩個局末點 比分10比8 好 射開了 應該有了 哇 救得好 哇 結果最後 哪來這一板 有機會扣殺 自己處理掛網 11比8 馮天威驚濤海浪當中 再收下一局3比1 取得局數上聽牌的優勢 新加坡的馮天威 這次名列大會的頭號種子 在這場季軍戰當中 目前是以3比1的局數 領先提雅娜 只要再拿一局 就能夠登上 2016年女子世界盃的季軍 也是她生涯會是第三度 在這項賽會當中 拿到第三名的成績 就目前來看整體的打法上 其實馮天威只要夠果斷 夠敢強 那在這個反守衛的對抗上 盡量球路的變化 多做一些的話 其實蠻有機會的 對 所謂的速度球 應該是往直線做一些掉開 讓鐵亞娜正拍擊球的威力減弱 這時候對馮天威就非常有利 這個也是先搶攻 來製造了鐵亞娜的一些路線改變 你不側身搶攻 鐵亞娜就是站在那邊跟你對抗 第五局馮天威率先拿下第一分 比賽到目前為止 他自己發球分的保護做得蠻確實的 但是這一個球 又看到馮天威想要測 馬上把球打到了正首位空檔 這個就是雙方也非常了解 對方的想的是什麼 所以場上的比賽 不光你自己的技術 應該是說心裡的作戰是很重要的 又是要掉開它 天啊 那第五局就不同了 這個位置呢 有機會先打偏右的地方 那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已經連續得兩分了 那對新加坡馮天威呢 他要移動過來 反首位要測開 他心裡就有點壓力了 這基本上是心態是 現在不敢測跟他對抗 還好直接的先變線 反首的對抗有咬住 比分2比2 來 哇 球球 那個揭發球 直接做一個命球 也是兩大角度的掉開 那搶下的分數呢 基本上是在直線球蠻多的 就是馮天威的偏右的地方蠻多的 對喔 是讓天威先掌握到的節奏 這種反首能力喔 確實發揮了一流的技術 你可以看出 加速 帶有旋轉跟力道 喔 輕輕的一條喔 這個位置也有點 無限蠻低的啦 所以 也不容易打出一個好的質量 現在場上的比分4比4 兩位選手平手 他也是一樣反首的能力 對 在已經低到退台了 這個天亞納說沒有關係 你打我的反首 還拉個直線 馮天威完全是沒辦法做一個回擊 所以 好的選手的整個 整個技術呢 完全可以看出 對 正拍喔 雖然 天亞納防得過去 但是 整個力道上呢 確實是不比較弱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馮天威呢 還可以繼續的進攻 好 5比5之後呢 我想馮天威 極速也領先兩級 應該是大膽性的嘗試 可以打右邊 就打右邊 類似這樣 這樣打開的 天亞納的步伐 因為 畢竟他現在已經落後 打他比較差的位置呢 就會影響 他所得穩定之發力 基本上 他要發力是難度會更高的 哇 又是連續兩板喔 正熟搶攻 給了天亞納非常大的壓力 對 有搶攻 就是 有壓迫性 那領先的 馮天威 兩個發球 最好的策略呢 就是 閃身為主 還是沒有 哇 不閃 這個球 快打喔 你看 那這個球就打出呢 正拍的第一時間出手 它是一個平擠的 一個殺球動作 球才剛到桌面彈起來的時間點 就直接攻擊了 漂亮 這個球 角度 刁鑽 那 在天亞納的站位呢 因為是偏 球桌的中路喔 所以這個角度完全帶開了 孟天威重新要回了兩分的領先 八比六 喔 差邊 一個差邊 搶下了第九分 破掉了天亞納的這個發球分 九比六 滿關鍵的再兩球就能夠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 這個球接高了 團手 這個力道 不輸給任何選手的正拍 你可以看出 哇 整個手臂加手腕發出的力道 好 可惜 是有點擦網 擦網 而且剛好又彈到好的位置 但是馮天威拉球出界 兩位選手回到一分差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馮天威這邊喊出了一個暫停 領先的馮天威呢 你趕緊的喔 看能不能就在這一集結束比賽喔 所以趕緊到教練這邊 做一個指導 那因為九比八啦 應該來講 對馮天威非常有利喔 他可以自己設定好 他的打法跟路線 那可以放開的去做一個假設性喔 因為畢竟 極速也領先喔 那分數也來到了九比八 畫面上看到就是這一次的女子世界杯八強 一路晉級到了最後 將會由第五號種子的萍野梅宇 碰上台灣好手大會第二號種子的鄭宜靜 那這場比賽 將會在這一場季軍戰結束之後 馬上緊接著展開 對 跟台灣正義盡喔 在整個比賽呢 尤其對上鐵亞納的時候呢 也展現出這種搶攻喔 跑動中的這種爆發性 希望冠軍戰呢還是要積極地搶攻啦 這一次的女子世界杯 在美國的費城來登場 也是這項賽會首 首次登陸美國 可以看到 進入到了決賽階段 其實蠻多球迷進場來看球的喔 要上嗎 暫停回來之後 馮天威還有一個發球的機會 那看看能不能夠順勢的 帶出自己這樣比賽的賽末點 一般來講 最好的策略呢 就是發球 側開 看能不能講啊 那 暫停後 看教練如何的指點 側開 確實是側開 所以有經驗的 選手呢 基本上是拿出最好的武器 那這個第十分呢 馮天威已經要到了 現在壓力就丟給香港的天亞娜 還是慣用的反手發球 來 發球觸網逼分 還是十比八 馮天威的兩個賽末點 哇 這個球 哇 天亞娜很有經驗喔 沒話講喔 我拉得那麼兇了 但是最後這一板球 完全沒辦法做一個變線 因為側的動作 已經擠到身體喔 但是呢 力量稍微弱一些 你可以看出天亞娜的反拍 確實發揮他應有的水準 爆解掉了一個賽末點 出界喔 這個球可惜了 天亞娜的機會球自己打出界 那在第二度的賽末點 第二度的祭聚點把握到的情況之下 馮天威這場比賽最終是以12比10 7比11 11比6 11比8 11比9 順利的4比1局數 擊敗了香港的鐵亞娜 也拿下了2016年 女子桌球世界盃的祭軍 這也是她生涯第三度 在女子世界盃當中拿到祭軍 恭喜馮天威 那我們稍微